原标题关注文在银访华有戏 韩媒 良机不容错过韩联社10月26日报道称 韩国外交部26日称 原标题关注文在银访华有戏 韩媒 良机不容错过韩联社10月26日报道称 韩方与中方正在讨论文在银总统访华事宜报道称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卢奎德因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文在银总统访华一世的相关讨论正通过外交渠道展开这名发言人并未说明具体细节报道表示 卢奎德说 双方正在各种层面上进行紧密协商以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并用向前看的方式发展两国关系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卢奎德 韩联社 外界广泛预期 会谈将是解决双方因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产生的不合的一次良机 9月12日 驻韩美军完成临时部署6辆萨德拦截弹发射车的就位工程 整套萨德系统实际上已进入作战运行状态 韩联社 另据韩国 朝鲜日报 网站10月26日报道 中韩为发展两国关系 正在推进发表共同声明乃至共同文件的相关是一据韩政府消息人士称 双方正在准备进行实务协商韩国总统文在寅 俄罗斯卫星网 10月26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韩关系回答提问时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同韩国的关系中韩建交以来 双边关系迅速发展 两国在经贸 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 我们愿同韩方共同努力 克服目前两国关系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障碍 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